这一段时间,于书欣的新剧《两个人的小森林》一进播出就在网上掀起了很高的热度,其中不乏很多从苍蓝绝中追过来的剧迷们,由于这一部剧既属于都市恋爱又带有校园的题材,男女主又是从大学生时代起就已经认识,因此这一部剧从一开始在话题上就非常具有吸引力。 虽然这种话题的剧本现在有很多,但是能够在一众剧中成功脱颖而出的剧却少之又少。 女主于书欣可以在这部剧中是本色出演,因此这部剧从头到尾就本着一种爆笑的画风,男主属于高能天才,女主属于人间作精。 这两种人物的碰撞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?随着剧集的进一步推进,我们也就逐渐能够逐渐知晓。 在最新的剧情中,男主因为想要寻找黄花薅的初雷样本,去到了女主的家乡清水村,另外巧合般的住进了女主妈妈开的民宿,于美人民宿。 而女主因为工作回到了家乡,于是男主女主又不得不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。 在最新播出的几集中,剧中竟然出现了杨子和李仙的身影,而且还是同框。 仔细一看才知道,原来是两个人的小森林中,女主与闺蜜李恬恬在聊天时聊到了,关于男女朋友双方见父母时怎样表现的这一话题。 而此时,李恬恬在家中正在观看电视剧《亲爱的热爱的》。 而这一部剧也刚好播到,男主李恬想要邀请女主的家中,理由是爷爷说想你了,问小鱿鱼方不方便。 而我们知道杨子在这一部剧中对于李恬几乎是严定计从,因此他的回答自然是方便的,这一部狗粮可以说是来得猝不及防。 但是在小森林中,我们的男主庄教授对于女主与美人可却没有那么严定计从了。 虽然这两部剧一开始都是女之男的戏码,但是李恬在剧中毕竟有种多助攻,比如李恬的爷爷就是一个超级大助攻, 由来自家长的压力和期盼,男女主的情感发展速度自然是要安下加速键了。 与两个人的小森林中不同的是,在亲爱的热爱的钟,杨子对李恬的追求虽然主动,但是却不是矜持, 十分有礼貌,再也不会太打搅到李恬的工作。 但是在两个人的小森林中,于树心的表现却不是这样,作为时尚博主,美人的性格自然是大大咧咧,帅真,耿直的。 而这其实也是庄教授喜欢她的地方,同样都是校园混杂都市的恋爱剧情,同样都是女追男的戏码, 但是两部剧却拍出了两种不同的画风,轻松下饭,但却有自己的独特之处,难怪都能获得大批剧粉的喜欢。